朋友们好 上节课呢 我们说这个HID模块和SPP模块的这个区别 然后有一个演示环节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 上节课没有演示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把这两个模块的使用 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看一眼PPT 我们这个重点难点 还是这个HID模块和SPP模块的这个区分 然后呢 我们演示的内容在这里 好 这个是我们这节课要演示的内容 那么我们长话短说 然后先进入这个演示环节 那么这边呢 是摄像头 这个区域呢 是大家看到这个有一个 来按模块放在这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进行的这个主角 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HID模块 大家可能都已经认出来了 好 这个小东西是配合调试的 是这个USB转TTL的这个一模块 这个也是网上有很多 然后也很便宜 这个原材料采购的时候呢 也没有让大家去买 因为这个只是一个演示而已 有代分机的话就可以用代分机来实现 就是后续的工作内容 我们是用代分机来实现的 这个只是跟大家演示一下 那么首先我们把这个模块插上去 好 然后大家看这个HID模块 这个闪烁这个部分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配对这个键 像Pair这个键 Pair这个灯 那么它实际上是在等待这个配对 然后我们现在用这个手机 不停的闪烁 就是没有配对 用这个手机把这个蓝牙打开 然后我们现在把手机放在这 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是我的这个手机 这边东西比较乱 收一下 那么这个手机的内容呢 大家看一下 我已经把这个手机的蓝牙打开 然后呢 这个显示是以连接这个 这个蓝牙模块 Easykey 9334这个模块 好 我把这个对光调一下 好 现在大家可能看得比较清楚了 连接到这个key上了 那么这是一个 因为我之前已经配对过了 所以呢 这个模块呢 就已经可以直接操作了 如果不配对的话 就点下取消配对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模块的配对就被取消掉了 呃 就是说之前的这个 我们配对的这个东西呢 就没有了 所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这个 可用设备里边 有这个 好 我们现在来点击它进行配对 好 显示正在配对 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屏幕显示正在配对 然后这个是呃 然后这个是呃 无法与它进行通讯 那么我们确定一下 这个时候呢 呃 把这个 模块 取下来 断一下电 好 断电之后呢 那我们再来尝试一下 与手机进行配对 好 点击 那这个时候 镜面中还是显示正在配对 如果这个时候啊 因为 因为之前配对过的话 如果这个时候 呃 配对信息都删除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作用 所以呢 如果是不行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按钮 按一下 相当于把这个之前的复位信息都给他擦掉了 就都复位掉了 好 那么现在呢 这个 手机跟这个蓝牙已经建立链接了 那么我们这边呢 还需要做一些事情 就是 把这个 创口跟蓝牙建立链接 我们这个链接的时候呢 需要来 使用这个串口与他通讯 波特律师9600 这是默认的 啊 然后receive的时候就不用wait了 translate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 直接connect啊 这有一个小小的乱码 我们可以不管它 然后点击send screen 好 我们send screen呢 为了能看到 我们把这个手机 打开一个 使用工具备忘录 在这个里边 呃 新加一个 测试的话 然后我们就这样 在这个边打字 我们看一下哈 好 我们点击发送 看到手机这边已经有这个 hello这个字符出现了 那么因为这个输入法的问题 所以他这个下面有个下滑线 然后我往后稍微以下摄像头 大家看一下 这个底线是 啊 默那是中文输入法 那么这个 中文输入法输入英文的时候 我们后面还要敲一个 空格对不 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空格 ok 那么这个字符就算确定下来了 如果我们发 你好 空格 好 我们看这个汉字就打出来了 那么这个作用其实就相当于这个蓝牙键盘一样 只不过我们这边不是这个蓝牙键盘按键 而是一个串口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一个蓝牙键盘的这个初级的这个模型 就这样做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 看一下我们接下来需要演示的内容 这个是HID模块与手机的通讯 是很简单的 那么我们现在回来做这个SPP模块与这个手机的通讯 这个配对 刚才我已经演示过了 你把它上电之后 直接点击它 就能配对了 配对完之后 它自动识别 自动连接 好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就先 插掉 然后去掉链接 那么这个里边呢 我要把这个线更改一下 换一个模块 所以呢 大家可能要稍等一下 所以我这个部分时间就先暂停掉 换好之后我们再回来 好 换完回来 那么这个模块呢 我已经换完了 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 已经换成了这个蓝牙模块 我们现在把这个USB插上电脑 好 我们发现这个模块呢 这个蓝灯也是一直在闪 那么这个灯闪烁的就证明这个模块还没有配对 好 那么我们现在对这个模块进行一下配对操作 我们还是看我们的这个手机 显示一下这个可用的设备 那在可用的设备里面有一个XM-15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蓝牙模块的这个名称 好我们现在点下搜索设备让它再确认一下 好他搜索到这个还是这个XM-15 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闪烁的这个模块 那我们现在点击一下它 正在配对 好 那么通常是010或1234 那么这里边我们1234 好我们看到这个已经配对成功了 配对成功这个灯还是在闪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还是没有 APP与它建立这个数据通讯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把这个往里面推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打开一个APP来访问一下这个数据 打开一个APP来访问一下数据 这个现在是你点击一下 这个它不会连接 你发现没 XM-15这个模块没法连接 点击这个小练号呢 只有重命名也没有 和取消配对也没有法连接 我们来 找一下这个蓝牙窗口助手 这个APP 然后呢 在这个蓝牙窗口助手上 点击一下我们的这个第一个 XM-15 这是它自己搜索到的 这是我根据我们系统的这个配对的设备搜索到的 点击一下进去 好 连接成功 这回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灯已经不闪烁了 发现煤已经变成 长亮了 这个时候说明这个APP跟它的通讯成功 通讯成功之后 我们回来再看 我们并不关心它这个通讯是我成功 我们看一下这个这里面跟个创造调助手一样有个发送和接收 好 我们这边的同样也是 我们这边的同样也是 打开这个 同样也是打开这个串口 好 我们打开 然后 发送自负串 我发一个A测试一下 好 我们看到这个手机屏幕上方已经收到了这个A 那么我们换一个字符 OK 这个是test 加一个回车 好 然后再 好 下一个 哈喽我就已经发送到下一行了 那么我们试试给它发送数据 在手机上 这个位置输入内容 好 记得一定要输入这个英文哈 OK 我发送了一个安卓的在这个地方收到了这个安卓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SPP与手机的这个通讯 他一定要接触这个APP才能实现 如果脱离了这个APP的话 那么这个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操作是完全无法进行的 好 这是一个实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手机的配对 然后通讯已经讲演示完了 我们再看一下也将APP 用APP将SPP模块的数据作为键盘输入使用 这个是一个挺bug的事情 这个 这个地方先不用管它了 我们把这个手机里面这个程序退出就好 好 那么退出这个程序之后呢 看这个模块就开始闪烁了 是不是没有这个建立通讯 我们把这个推出 然后打开另外一个APP 就是这个刚才用的是这个 这个蓝牙调试助手 蓝牙创口助手 那我们现在用这个旁边这个 打开之后呢 是这个 它是允许设备捕获蓝牙SPP数据 然后呢 把这个数据捕获的数据当作键盘数据来使用 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点一下下一步 好 这个操作我们就补那个什么了 配对我们已经配对过了 刚才已经看过了 首先是切完这蓝牙 然后扫描设备 然后点击配对 然后配对完了之后 这些我们都操作完了 直接点下一步 然后呢这个是输入法配置 现在告诉哪个设备用于接触数据员点子按钮选择 我们点一下 那么这里边看一下 是这一个作为这个数据员 那么就确定 下一步 启用输入法 好 这里是说由于安卓的安全策略 需要手动启用这个输入法 那么我们就要根据他这个提示 点击一下手动启用这个输入法 我们看到这个有个 嗯 blue piano demo 把这个输入法启用 然后有一个 呃 注意事项 然后就一个警告吧 然后我就说 确定就好了 然后点一下返回 这里呢 就继续下一步 这个呢 地方要就是激活输入法 那么点击这个输入框之后 上面会有一个输入法 然后我们把这个选成 呃 我们刚才这个 那这就已经完成了 啊 完成了之后呢 这个 蓝牙设备就准备就绪了 准备就绪 我们再看一眼这个 灯又不闪了 好 好 那么 这样我们再 打开我们之前的这个备忘录 上一次我们是编辑的这个 哈喽你好 这个 好 我们发现这个 输入法变成这样了 你看 这就是我们刚才这个 SCP的这个蓝牙输入法 那么我们同样的来 连接一下它 然后 发送字符串 这个时候就注意了 这个输入法了 它是没有这个 中文输入法的 所以我们只能 敲英文给它 OK 这个是test 我们给它一回车 看到了吗 上面也回车了 好 我们再敲一句 OK 我们发现这个 实际上这个也跟一个键盘一样 那么它能实现这个功能的原因呢 也是因为它装了一个APP 然后把把这个数据 从缓存区读取进来 然后直接写到这个 系统的这个键盘输入去 所以它就可以在这个 备忘录里面进行编辑输入了 那么 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HID 它是不需要这个APP 就可以直接实现这个功能的 那么SCP的话 如果你非得想要实现这个功能的话 需要这么一个APP配合来实现 这个APP实际上 就相当于一个驱动程序一样 它把这个从 蓝牙串口 接收到这个数据呢 写入到这个 输入缓存区中 所以呢 系统就处理这个字符串了 但是这个键盘呢 你看它就没有中文输入法 只有英文 所以这是一个小DEM 跟大家举个例子 让大家知道是这么回事 实际上这个东西呢 应用价值其实不大 在中国来说它是不大的 因为我们都是中文对吧 好 那么今天这个例子呢 演示环节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那么谢谢大家的听讲